過往 尤其是過往 建制派和政府的緊密程度 就是怎樣去抗衡 法律的法律 我都說不是絕對不可以拉布 但是你用得像吃蛋糕那樣 大家已經麻煩了 是不會去看你 在 transition後 然後找一個 由於第一次 完美 Arena 공架冷革 沒有,最上最上最新的 遙遠切 口袋 建制派出招衝擊議會 建制派如何在那裏幫忙擋 在這樣的抗衡方面 就不會有很多特別的建設性的事件可以做到 我們會盡量計算 透過勸說就不用公開開門 所以中間也有很多政治的遊說 不過可能是拿出來的時候 那件事已經是說服了政府了 已經看到的 已經發生的 例如好像司機報局 特首為何忽然之間撤回了所有公務員開位 就是建制派看到 第一 你政府又喊沒有錢 第二 政府的公務員架構 在過往兩年已經膨脹了十幾個比賽 所以我們就反對 反對票其實不是一樣 投反對票和反對派是兩件事 所謂反對派在社會的意識中 你什麼都反對 但是議員本身 你自己鬥著某些議題 你不同意的話 絕對是可以投反對票的 現在都是要推進香港的 是更加有實質的進步的 但是同時會要求政府高了 實在在建制的意見 如果它是不聽的 那就可以拉倒了 拉倒現在就不會 大家不會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壓力 就是有人說你是變成泛民 現在不會了 現在變成天驚地 大家說回自己的黨派裏面 和自己個人 特別看看怎樣去看一個議員 關心對面 所以大家有很多定位 或者代表背後的選民 大家都不同 難道你有很多勞工議題 我們必定跟工聯會有同一個立場 一定有 我經常說 我經常說 建制是只可以同一口徑 不過你整個建制黨 要不需要自由黨 室民黨 民間聯 經民聯 有這麼多不同的派遍經民